吴林朗 我们HQP上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一开始 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5月24号花莲县才零确诊之后呢 中央疫情中心2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也公布了国内新增544例的新冠肺炎确诊 那么呢 其中花莲县呢 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的案例 累计目前为止 花莲县总共确诊已经有5例 花莲又新增了一名确诊个案 案号5310 花莲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记者会 县卫生局也公布确诊者的足迹 这位是住在吉安乡工作地点 在花莲市中正路509号的远传门市的客服人员 因为自己头晕鼻塞 于是他前往诊所去就诊 那我们在疫调的部分 以5月20往前推新北市板桥区 他的同学 住在亚东医院附近的同学 国中同学 以及国中同学母亲 到店里面去找他 下午2点钟 花莲县卫生局也在他上班的电信门 人事加强清洁消毒的作业 并且也请民众留意 如果足迹重叠 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那5月21号跟22号呢 他继续上班 那上班期间 他都有戴好口罩 那但是症状因此而逐渐的恶化 在5月23号的时候 在早晨有发烧 因此又到诊所就医 那就诊的时候 医师发现到他有发烧 因此就建议转院 那转到医院急诊就医 那经过诊室 那一试是感冒 也得一些药物回去 那发烧持续 所以在5月24号的时候 到医院急诊就诊 就诊之后 经由快筛 这个核酸检验 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 因此这是他的整体的就医的状态 那我们入境的追踪 是从他症状出现后的前三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5月17号 5月18号 5月19号的他的足迹 5月24号上午发烧至医院快筛阳性 随后疾管局通报PCR阳性确诊 目前收治不压隔离病房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